第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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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各位觀眾我是雪兔 今日我們要來玩甲蟲王者 四個數日 快到年了吧 都沒有再回去玩甲蟲 一來呢 我這人是很喜歡玩關卡類型 哀傷的是 甲蟲王者的關卡設計真的是非常的 我就不講了 在玩甲蟲王者的玩家們 大多數都是收集卡片然後去打比賽 都不是來打關卡 因為關卡只不過是讓你挑戰 但是你輸了 依然可以拿到跟贏的一模一樣的獎勵 希望剛剛可以好好改一下這個機制啊 在今天為什麼要來刷卡 明天就換蛋了 所以你們很容易猜得說現在是幾號 在換蛋之前有一張卡片 我一直想要 我想今天沒刷到也沒辦法 這是命啊 因為 其實說真的非常難刷 就是我們這一張 這個SGR卡 它有另外一個角色 女生的叫什麼來著 提娜 喔 這邊有那個那個那個 SGR卡 有它的泳裝 現在這一張卡片 再加上果凍的傘 一張卡可以賣一千五 真的超貴的 因為你要剛好在 你刷到的那個時機點 對到果凍是蠻困難的 他們講連一般的SGR卡 刷出來都需要有一點運氣了 各況你還要遇得到果凍 今天不貪心啦 我只要能拿得到 提娜SGR限定泳裝卡 我就非常開心了 所以我今天會拿一千塊錢 對 又是我們的千元挑戰 我們要一千塊錢 抓這個關卡 能不能拿到我們 夢寐以求的 提娜有光限定版啊 現在我們先去換錢啦 謝謝資格啦 謝謝 謝謝 來玩遊戲啊 太命了 OK 這兩天我拿了一千 再九百張 等下我來換好了 好的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刷了 這一張勇士鎮呢 是雪兔在新疆頭皇城第一天 開始可以玩的時候 我就去刷到了 其實也沒有說刷到啦 我第一次升級就有了 我特地想說今天過來玩 就把它挖出來 想要刷所謂 奇娜的特別版的話 抱歉了 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它已經美了 你只能刷一般版 沒辦法刷泳裝喔 它這個現在是 單人兩人對戰跟兩人合作 合作才可以拿這一個 這個就是 小男生 對 還有一個對奇娜 奇娜早上這麼漂亮啊 哪跟那我都很喜歡 所以說是雙人合作 但很多打甲蟲的人 都是一個人獨立刷 或者是一個人玩兩個機台 那樣子同時刷 而且它的機率真的很低 其實玩甲蟲 再刷這個卡片的過程 我覺得比奇娜還要痛苦 我真強 好 石頭 太死太牛 然後兩個人勝過 國王的話 我記得可以用那個 加百分比嗎 沒有喔 百分比那個是什麼狀況才出現 用大學才有 他剛剛說出一樣 所以我還是要用石頭 喔 不一樣 好 走 鬼喔 這一個是考你的國文邏輯 對 真的是考你法 我真心認為 甲蟲的公司 你們真的可以把截取盒 放在外面 三個機台放一個就好了吧 他說才不會用相同的 所以他不會出布 對 那不是 他說石頭會簡單 那就出石頭吧 我不會出布 布嗎 嗯 喔 這很大膽耶 因為如果想要中用一點 就是出石頭 一個ières 一個 Еще 一個 difficult 他以上呢 就是打這個合作關卡 最簡單的機制 你輸了 就是你儘管沒有強卡 輸了也沒差 他一樣都會給你四次 哎 有驚慌機會 他是有可能會有SR以上 不是閃啦是直接抓到SG 有機會 他逃走勒好賤喔 他超快耶 沒有人 SR 他要出現有人有 有人有圈才有可能 沒有 然後他得到SGR卡片還要搭配他的招數才會奠定他的價格 剛剛又又說有人刷到一張 雖然也一樣是果凍提納 一張可以賣到1800左右 這就是我們目標的卡片 可愛的小蘿莉 我們就來開刷了 這一場真的打很久耶 7分鐘耶 好久喔 這是第二次抓醜 還是沒有 好沒了 沒有 沒人 沒人 好難打喔 沒機會做掉的做掉的 好四張全都超爛的 有 有 有 SGR SGR SGR也是OK啦 這個刷到感覺真的很快 很快的齁 你知道嗎刷那個真的有一股說不出來的 好歐喔 這些卡片出現全部都是機率性 你臉黑的 你是非洲人的 你在玩那一種 就是你在線上遊戲明明就是90%可以過著捲走你依然還可以爆掉的那一種 你就真的不適合玩這類型機率性遊戲 那雖然依然會給你一張卡片 但都是N卡或R卡 雖然我有拿到一張SSR卡片 是開心啦 但目標我在這啊 而且刷這個真的超級超級 滿無趣的 因為就是要快點到最後的結果 根本沒有人在care說 我打這一個假抽 在這途中可以獲得什麼樣的成就感 沒有 根本沒人在意 趕快結束吧 我想要看到我後面有沒有抽到假抽 那乾脆就出一個快投模式嘛 反正大家都不是為了打關卡啊 那幹嘛不出一個快投模式 這刷到我覺得很痛苦耶 講歸講啦 還是要繼續刷啦 現在呢是三機同打 用水柱代幣 現在已經打超過了 應該有超過20張啦 應該超過20張啦 依然還是沒有 沒有拿到SGR卡 好難出喔 然後我還不小心刷到兩張鬥事證 因為你打到後面 你腦袋不會想要去注意 畫面 反正在那邊一直死嘛 然後你就暗暗了 欸 刷了 他把他穩住了 他把他穩住了 可是這不是我要是哪一隻 他把他穩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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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了 知道他有一個小時半都在通過的這個過程 假托王者的玩家真的很孤獨耶 超級孤獨 你知道嗎 玩這個你就會想說 欸 他在走不去了 會不會有閃電 有閃電 有沒有人 有人 有沒有光圈 你就一直慢慢的期待 能夠期待到最後 終究給你的還是個傷害 他每次下去的時候 還會這樣 啾啾啾 喔唷喔唷 然後結果 阿卡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總結 你那邊有幾張卡片 在最後一道拿到一個果凍 Fuck 然後 這不知道該怎麼說 SSR的卡片四張 SR的卡片 七張 阿卡呢 十張 恩卡七張 以及我們最後 黑暗記 拿到一張SGR 這是我們今天的總記 還有額外的兩張鬥士陣 好難欸 真的 刷卡 不如買卡 真的 千萬不要消想自己是那一個歐洲人 如果 如果你真的是為了玩甲蟲這個機台 而來順便刷卡的話 那我認為這種心態是正確的 但是如果你是為了得到某張卡片而來刷卡的話 除非它是R卡或N卡 不然我還是推薦直接用買的會比較好 他們一張普卡那一張SGR提那是多少錢 提到普卡就300了 我們不要太貪心 我們不要拿果凍 就普卡 結果還是沒有 那你幹嘛不花200塊錢直接去買 生氣 但沒關係啦 今天也只不過是讓我體驗一下 甲蟲王者回味 而且了解到玩家的孤獨 是否會再參加所謂甲蟲王者的比賽呢 將來有可能會去參加 因為我覺得 他這個剪刀手部其實還是蠻好玩的啦 花了這一個錢真的讓我收不出來耶 這快要比得上我們在打TWILLA那時候的感受了 我會有尾刀 這是甲蟲王者的優勢 OK 各位觀眾朋友們我是雪兔 如果你會喜歡今天的甲蟲影片的話 不妨分享出去按讚留言 只要戰術破一千 我就會繼續拍下一部的甲蟲 不然的話就等待我心情好再繼續穿 或者是哪一個角蘿莉又穿泳裝 如果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跟雪兔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了 各位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再見